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 什麼是在裡面的內側作弊 我現在說是一支沒了 所以我就有做一個電壓批給大家看 我現在看影片喔 我現在看影片喔 我現在看影片 可以聽給我們看你什麼是內側的狗狗 多多講一下 不要嗎 最緊實的樓梨章 下樓梨 膝蓋不是好後 他都會聽 還會突然疲勵 高頸床到下床時 膝蓋也會卡卡順後的 唉唷 坐著要站起來的時候 那個膝蓋還會有摩擦聲音 他都會有心疊天 我是不是看一下醫生比較好啊 阿嬤 我是護膝行者啦 你讓你離到膝蓋後 就來幫幫你 好 好 阿嬤 您剛剛說的那些細膝症狀 很有可能就是內側摩擦現象 所造成的內側摩擦症候群喔 好 有 人家都指出我是混化性光潔癌人 什麼是內側摩擦現象啊 內側摩擦症候群又是什麼呢 內側摩擦現象主要是由內側肉壁 與關節軟骨折擦擦擦而產生的 最常生活中 如果不去注意的話 就會慢慢形成內側摩擦症候群 進而產生包括疼痛 緊張的感覺喔 不過您不用擔心 這個症候群是可以預防及擾善的 內側摩擦現象 內側摩擦育 內側國差陣落群 國者都被遞破 要了解內側國差現象以及內側國差症候群 就要先知道什麼是內側重畢 根據大名慈濟醫院關節中心的民眾發現 西關節中的民眾出生就存在 內側重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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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內側重畢在西關節溫曲的時候 溫度你的胺部不斷地互相摩擺 這就是所謂的內側額擦現象 而當膝蓋的膝蓋